2023 东京彩虹游行 他们今年的主题呢 就是只要法律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那么他们就会一直持续搞活动 意思呢 其实就是要争取平等平权 走吧 继续逛逛 今天也是汇聚了各大媒体 所有的人来到了这里 都在拍 上面有很多的企业赞助名录 也都是表示支持彩虹文化的 进来以后呢 就有各种的这种餐点 然后还有一些纪念品 今天还会有一个盛大的游行活动 活动方呢 也是非常贴心的制作了这样的地图 告诉大家活动的内容 还有位置 都介绍的很详细 不过是日文的和英文的 人士非常的多都来参加盛会了 而且各个展台各个企业都在卖力的宣传 看 今年的规模呢 听朋友说是疫情以后最大的规模 大家都意识到了生命的可归 所以真爱生命 珍惜生命的每一天 一定要爱自己 爱身边的人 爱每一个人 这次活动的场所呢 是在日本东京的NHK电视台前面的广场 然后我就问了他 我说换个通俗的说法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平常跳广场舞的地方 然后今年全部被活动给占据了 今年的规模真的超大的人超多 这个是大家熟悉的标志 抖音国际版 上后这些呢就是游行的队伍了 在这边大家会按照各自的地区国家 然后分为一个队伍一个队伍的排队 待会呢就去前面那儿 参与到整个游行队伍当中来 这就是2023日本东京彩虹游行的现场 针对于爱你有爱的权利 你有被爱的权利 希望你爱每一个人 每个人都爱你 2023他们来了